好 来看看昆哥 我们刚刚前几集的戏測拍了新日军回顾 他真是威朔1516年 拿了新人奖 再同届拿了最喜爱男歌手 兼最喜爱歌曲 亦连再缠缠一次最喜爱男歌手 但后来慢慢下滑了 他自己在台庆回顾当天也哭到什么 叫做重新起步 配合一个日文的字 叫做我会来了 宣布会在1月28日开一个音乐会 去那个地方 东华三远东蒲狐里明镇体育馆 举意叫做我会来了 坤哥我会来了音乐会 夹杂了一些日文和日本文化 里面有一个像人精神的寓意 变成了两重寓意 很多意思 她的老婆是日本人 我回来了 兼夹分享她的像人精神 创作歌曲的诚意 让大家看到 1月28日 适适逢 当然MIRROR那边也在这个时间举行 但大家不关事 各有各开 日期遇到那段时间 会不会网上有些比较 到时那些网上短片出来了 看看大家怎么看坤哥的回归 也会做音乐播 988 688 都可以的 星期日 看看大家怎么看 8日 11点钟就开票了 明天也有很多东西 明天去这边开票 明天那万千的五强 应该会在明天的下午时份宣布 看看哪些人入到五强 还说 答谢歌迷 凡是购买98门票的观众 都可以获赠一张 坤哥音乐会纪念CD 这也挺好的 一个怨性促销 增加大家的购买意欲的方法 也不太差 然后在媒体也表示 早前在社交媒体 同样留下了日文字 即是我回来了 很想跟喜欢听我歌的人 就说一声 我回来了 又用中文中日 原来都整四年没有开音乐会 今次是音乐会 就说想借今次好好表现这段时间的成长和沉淀 的确他似乎也是想通了 洗心甲面 重新再起步 当年他蟬乱 凌庄 一时无量 如果数回来到现在 近几年 姜濤那些就是凌庄 乐坛我最喜爱是男歌手 强愈牵弓也要十年才再拿一次 相当夸张 那时要再宏观看回 当年整个乐坛是否开始准备被摘鬼 那时我记得Eason还在玩 那期间 也后来被黑勤又磨到一次 拿了最喜爱的那些 那时可能是在改朝换代咸接近的时期 这就是他新人奖出道 参加咸咸首次的服装 哭到什么 大家还是印象记得 会很深刻的 后来也鲍贬到 就是说成为了最接近陈奕迅的男人 因为他那年太厉害了 我要查回陈奕迅第一年是什么成绩 又是续一回顾 太多片要拍 那时就是新人王 新力军金奖 然后拿了最喜爱的男歌手 背着两个奖 等到最后就是 攀最喜爱歌曲 谁知道都是他 真是夸张不了 结果四年没有在香港搞音乐会 不过去年上了大陆开巡回 你别以为 其实这次他很想再给大家见证多一次 虽然他说有些闯缺 但是一点也不麻烦 他说这个show 会成为他2024一个起步点 见证坤哥 未来的音乐会有什么发展 大家期待 我想他也有很多歌迷 其实都 那时候 看回那时候攀掌历那些 现场实况 台下的尖叫声 是不效于现在的顶楼 那些疯狂程度 也挺疯狂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找回那些旧片看 他说文字表达不了太多 会在台上一一唱给大家听 分享他的能量和热情 还有这个相隔四年 原来也是他分后第一个香港的个人音乐会 就会融合日本文化匠人精神为题 会借他的音乐 分享他自己对匠人精神的心得 用心打磨出来的音乐 再找了插画师 帮他画了匠人 很有心思 一个海报 以此这个演唱会 音乐会应该有些诚意 会有多好的期待点 诚意就做足 虽然就是匆忙了一点 他说去年是推出了一些歌 去听回 仍然是爱 右手八二岁 分手前中后 他两星期前上了J Music 也认识的 也认识的 挺顺耳的 但是内听到可能 也未足够 也要很努力作 有时也很难 有时歌就是可能 出了来才知道这个反应 这两首都有一些 似人相识的感觉 可能从一个 这首完全很生命的感觉 或是怎样的那些歌 也是不容易的 不断作 不断作 也要不断去搞 其实 他在内地 就举行了巡回的上年 就是 今年坤哥就是在香港搞 就说 选择回归在香港举办 除了想回馈香港乐迷 这四年的等待 也借这个机会宣布 今年他会在香港全力发展他的音乐事业 这是不得了 这是很期待 大家等了很久 我们期待 阿坤哥 跌下来也跌得很痛 但他始终 要重新起步 看看大家 怎么看 这个音乐背下 很有心思 很有心思 很有意思的 这是一个前期的宣传 是成意做足 看看到时 大家会如何欣赏他的音乐会 今集到这里先 如果听到这里 帮手按订阅 至于戏测的回顾 接下来也会陆续做 大家就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多谢收看